大家好 想錄這個片段上了很久 又不是組織好 今天下午有些時間錄了 否則只過了一段時間 我又不記得了 講回幾十年前 這一次我表兒獎過媽媽生日 通常就在旺角那間食維仙請吃飯 因為他們的兄弟和朋友大部份 因為他們開建築公司大部份 除了親戚之外 有些伙計和朋友是建築的 有些子侄都是 我記得吃完飯 突然有人提議 不如去聽歌 於是就驅車 開車自己開車 或者有些人坐的士 前往一個地方的北角大會堂 今天呢 我看回地圖 北角大會堂變成什麼陳樹渠社區中心 不是一個獨立的建築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是北角大會堂 總之就是差不多的地方 那就去吧 賣票 賣齊了票 十幾人 坐著聽歌 都不是坐得很滿 都是幾疏落的 可能每晚都住場這樣唱 那些歌聲要循迴 然後才能吸引到人 一個歌聲可能住一個星期 又換另一個 幾天又換另一個 換得太密 又宣傳又追不上 不知道這些要做娛樂界才懂得安排 我記得坐在這裏 說冷氣很涼 說是夏天來的 聽芳依琦唱歌 第一次 她已經覺得是一個年輕的姐姐 原來現在查網絡呢 她是1957年 大我幾歲 當時我看到一個大姐姐在我唱歌 好啊 時間過得很快 幾十年之後過去 當然我表兒獎的媽媽 一早先有了 我表兒獎的早十幾年 十年 還是十幾年 就先了 早兩年 連我大表哥都過了身 唉 時間過得很快 所以做人得快樂 時扯快樂 還要維持一個開心的心情 因為如果你經常太大壓抑 不開心 都死得很快 正如我經常在一個片段說 我說 我入地產公司 第一間 現在 就是叫做 城市地產 城市地產 Me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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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 Metro 就是城市地產 後來老闆就賣盤 給了現在這個老闆 我也是跟現在這個老闆 馬老闆 時間 我早幾年就拿了這間轉了手去的公司 拿了十年獎 現在再對一對的日期 無奈我又拿十五年獎 哇 時間過得很快 唉 真是降音飛逝 但是 講開這個Metro 都有感而發 我錯過的位置 左邊那個姓蕭的 十幾年前就死了 右邊那個姓丁的 幾年前就死了 現在自己在中間是卡洞 所以經常提醒自己 要照顧身體 要減壓 要開開心心的生活 朋友 你都 聽我阿周說 錢就賺不完 最緊要 身體健康 和家人 和朋友的關係要好 多謝 多謝 歡迎訂閱 最緊要 分享給別人 多謝